这里是深圳穷实际 今天我们来探店爱事热狗 深圳首家网红热狗店 它们是属于快餐美食 除了一些小吃 还有一些主打热狗之外 就只有唯一的一个汉堡了 那我们今天都逐一来尝试一下 这是它们招牌柠檬茶 喝起来一点都不甜蜜 特别清新 冰冰凉凉 像乐乐很喜欢它们的柠檬茶 我们点了它们的炸鸡米花 还有炸鸡翅 韩国泡菜热狗 还有小龙虾热狗 它们的鸡米花和炸鸡翅呢 其实就跟麦当劳肯德基吃的差不多 炸鸡米花它会配一个番茄酱给你 然后炸鸡翅呢上面有黄芥末酱 它们家的每一份热狗的热狗肠 都是德国进口的 肉质爽口吃起来很香 它的热狗皮的话呢 是属于松软的那种类型 加上泡菜显得酸辣可口 连生意识小姐姐都赞口不绝 像说吃完热狗包之后 还想来堆一根热狗 小龙虾热狗包好不好吃呢 里面的小龙虾球呢显得有点小 是麻辣的口味 相比之下泡菜的比较甜 小龙虾的适合男孩子吃 泡菜的适合女孩子吃 左边这个是经典热狗 右边这个是哥本哈根热狗 经典热狗上面放的是 杂菜沙拉 吃起来很清爽 哥本哈根热狗上面有酸黄瓜 吃起来非常的酸爽 怕胖的小朋友可以点哦 哎呀 炸鸡筷就是那个味道啦 你懂的 这个是他们店里唯一的一款汉堡 有四层煮成 第一层是菠萝 第二层是芝士 第三层像肉饼的是香肠 第四层是培根 今天真的朋友看过来 给你们增下蛋白质啦 不用说的 汉堡肯定是肉感满满 而且里面的肉汁特别丰盛 这次我们点的多 但是用了优惠券之后 我们只换了64块钱 三个人吃七分房 喜欢吃快餐的朋友 可以来这家店尝试一下